大家好,我是爱说话的老王 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一个 这是一个美国NGO 好像也没听美国NGO的废话了 一个美国NGO产业协会 一个NGO写了一个博客 他说什么呢 亚洲各国应该响应国际能源署的号召 减少对中俄方面能源以及技术的输出 采用多供应链方式 他说呢 在最近的悉尼经济论坛上 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联合国际能源署 倡导亚洲国家们应该远离中俄的能源 以及技术方面的供应 包括俄国的能源输出中断控制 可以让亚洲国家导致自己生产资源的断链 这一项你们就应该明白 要采用多元化多角度的实现能源和输出供给 这才能满足你们的需求 所以你们不应该把这些模式全部留在自己这里 或者将它耽搁在俄国的身上 而对于中国来说 中国现在正在技术和能源转化方面引导了世界 这让我们非常的担忧 包括美国和国际能源署 在这个领域中国的确是引领了很多的方面 但是你们一定要预示到 如果遇到了这些问题 中国会利用自己控制的能源技术和领先程度 来控制和要挟你们这些亚洲和南亚的国家 所以你们应该清楚的明白 自己自身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 才是一个最好的根本 和提升本国的供应链体系 以及不将供应链体系和技术方面 束缚在一个方面和一个国家身上 才是最安全的手段 例如你们不应该把这些方面全部倾向于中国 而应该更多的选择世界上更好的地区 这样你们才能确保今后的 在碳排放领域削减和碳中和领域削减方面 达到真正的碳排放目标 这样才是一个亚洲国家发展的最好的前景 大致上就这么多 什么意思呢 我想了想 然后看我一个电视小品 我学几句 我们要高度的集中 高度的集中 李大爷一票 谁是谁一票 李大爷一票 谁是谁一票 看我那小品吗 我们要高度的集中 一个出国考察的小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小品 你去找找这小品 挺有意思 为什么说这个呢 其实他这个话 你很容易理解 就是不要依靠俄国的能源和中国的提炼技术 靠谁呢 靠国一国呀 靠美金呢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吗 后来我查了一下 这个所谓的国际能源署 国际能源 国际能源机构 也叫国际能源署 最开始吧 你听这个名字 真的挺像联合国的 对吧 像联合国的某个机构 我当时看完这个报道以后 我当时想 联合国会参与这个事吗 你这是有识公寓了 你查不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国际所谓的能源署 是啥玩意儿啊 它大概成立于公元1974年11月份 是由31个成员国组成 大概有澳大利亚 澳地利 比利时 加拿大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西大 匈牙利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立陶宛 卢森堡 墨西哥 西西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捷克斯 瓦克 共和国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荷兰 土耳其 英国 美国 明白了吧 没咱们什么事 咱们不是该数 这你就明白了吧 人家是一窝狼 自己牵着自己条狗 然后俩人一块传起来 说让你们亚洲国家远离中国技术 这你就明白 一唱一贺 一秋之贺 所以这个玩意儿 有些朋友解释的不对 我看过平台有人这么说 国际能源数是联合国的一个机构 别扯淡了 这不是一个联合国机构 说白了 这就是一个美国二手的能源控制的国际机构 因为这里有美国 知道吧 又是他挑头带了31个成员国干的这回事 所以这里还不分什么 不分东西方 因为他还有南美的一些国家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他所谓的控制远离中国技术是什么 包括李建池 李旺石提电技术 包括这个稀土提电技术 这都是中国的强项 都是中国捏在手里的强项 因为美国现在四面的挖掘稀土 然后找不着提电技术 就只能跟中国合作 这个没有办法 你稀土提电技术在这摆了 对吧 这提电技术的专利是一个最要命的东西 稀土哪都有 全世界都有 这是一个挺广泛的资源 但是分为重稀土和清稀土 而这个李矿石的提电技术也在中国的手里 这两个是真正跨入到新能源领域的一个标签 虽然我们在那边有矿 但是你把矿石挖住 它不能做成电池 你把它得提电出来 对吧 得提电成铝元素 这就更不说像什么生化泥 那玩意儿别想了 那玩意儿这辈子也出版过了 那玩意儿全世界绝无极有的东西 因为它超过石墨烯的 就是所有现在隐身材料 除了生化泥以外 所有的隐身材料 你去查都跟石墨烯有关 对吧 它是离不开石墨烯的 而这个生化泥 你去摆住搜一下 这个东西 尤其是纳米生化泥技术 在中国自己2021年 成功开始制造成品了 现在开始市场化成品了 这个市场化就是中国官方用 你们这个东西不会流入民间的 也不会市场化 你们这东西太尖端了 没办法这个东西 所以美国的意思呢 就是所有亚洲国家 别用中国的技术 知道吧 都用我美国的 用我们的 你看我这帮小弟没有 用我小弟的 就这意思 所以我跟大家说 那个小品叫高度的集中 好吧 听见你的 欧美网友怎么说吧 上来就一个 亚洲的网友 我觉得这个 所谓的远离中国技术 和远离中国的能源供应 我倒没有觉得 中国有多大能源供应 但是远离中国技术 你让我拿什么来填补 我们自己的空缺 一个德国网友 中国在先进能源领域 特别是清洁能源领域 它真的走在前面了 我们举个例子 就说到它的四级 它的四级加加型 土资源的核电站 虽然美国曾经创造了这个理念 但是美国人真的没有去做 而中国人把它做出来了 现在它正在运行 不管它是十万吨级 十万千瓦级 还是百万兆千瓦级 还是千万兆千瓦级 它正在运行 又一个法国网友 我认为包括华为的5G技术 包括中国的锂矿石提电技术 包括中国石墨烯的提电技术 包括中国稀土的提电技术 如果我们真的要采用这种方式的话 那就要背离整个技术方案 我认为在技术方面 不能参加过多的政治正确 一个英国网友 知道为什么美国现在非常的衰落了吗 就以为他抛弃了 这所谓的真理技术 而采用了政治正确 又一个欧洲网友 即便我们所谓的国际能源署 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参加 但是我认为 如果在尖端领域 新能源领域方面 你真的不跟中国合作 这些亚洲国家很难卖过这个门槛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种呼吁 我觉得好像亚洲国家根本 除了韩国和日本 不会有人听的 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即便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听信 我们在某些领域 也是依靠中国的技术 比如说华为的高速5G技术 又一个 谈这个网友 我觉得美国人说的是有道理的 我认为美国人说的 几乎完全是正确的 这个世界必须由美国来领导 又一个亚洲网友 我不希望这个世界有谁来领导 我觉得这个世界 大家坐下来商量 这才叫民主和自由吗 难道你们西方 和你们这个所谈的谈子 一天喊着民主和自由 非要让一个人统治整个世界 这就叫民主和自由吗 又一个亚洲网友 如果真的说到统治世界 去看看中国的山海经 我们统治这个世界上下游 各有5000年 全是各有5000年 又一个英国网友 在这种技术方面 中国人的确是领先了很多 如果我们不用这种技术 那么我们就要用废弃技术 现在我举一个例子 你美国人能不能离得开 就是太阳能光伏玻璃板 在美国现在使用的太阳能光伏玻璃板的产权 技术控制权都在中国手里 难道你不用太阳能光伏玻璃板吗 一个法国网友 那么如果我们不用玻璃板 去吸引太阳光 我请问美国朋友 你们想用什么来吸引太阳光 一个美国网友 这真的是一个很难 让人理解的问题 其实这个所谓的呼吁 就是一个让大家明白 美国的利益 现在已经被中国挤压的 无法再跑了 又一个美国网友 我们在很多的新能源领域里面 真的无法再和中国赶超了 他们占有的先机和占有的先进的专利权 让我们无法抬头 又一个英国网友 中国在这个方面只进不会退了 他已经在这个新能源领域里面尝到了甜头 又一个印度网友 印度应该赶超中国 我觉得我们在科技领域里面投入还不够大 我们应该加大 我们在科技的投入 又一个 法国的网友 我觉得中国方面已经投入了自己更多的资金 在新能源领域里面 新能源才是真正为了世界碳排放综合的一个未来 一个德国网友 我们已经打算退出碳排放综合了 因为对于俄国的能源制裁 我们认为碳排放中国可能真的达不到了 又一个德国网友 是啊 我们现在都开始烧脾材洗澡了 又一个德国网友 现在德国被弄得一团糟 我觉得我们比英国老好不了哪去 又一个美国网友 美国是制服了德国的第一个国家 不知道中国真的以后领导了世界 你们德国人会服气中国人吗 一个德国网友 为什么非要谁服气谁呢 中国需要机械技术 中国的机械基础技术 我觉得还不如德国 德国在这个方面对于中国来说是有优势领域的 又一个德国网友 中国人很佩服德国的机械技术 你可以拉过来任何一个中国人问一问 德国的机械技术在中国是有名望的 又一个英国 这是真的 中国最著名的几大电器集团都是有德国的技术 比如说中国的海尔 又一个德国的网友 我觉得美国人所谓的技术就是让亚洲国家远离中国的新能源技术 这真的不现实 因为你拿不出替代中国的新能源技术 又一个美国网友 我也觉得是这个呼吁说的有点早了 如果说你美国 我们美国方面拥有新能源新的技术 那么可以拿出来和中国对拼 难道说你让人家放弃新能源技术 中国的 但是他又找不到别的技术吗 又一个 英国的网友 其实我觉得美国人这是在给亚洲的一些国家设计一个小圈套 让他们自己联合起来 大规模像中国一样投入资金去研发科技技术 又一个 谈对的网友 这不好吗 这是美国人在教导这些亚洲国家 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做自我研发科技技术 又一个小本子 这可能真的会把那些本来不大 不算太强大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彻底的拖垮 他们并不是中国 又一个英国 中国每年收益约有六千到五千亿美元以上的资本 他们不怕花钱 而这些亚洲国家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又一个 德国的网友 真的要把这些亚洲国家都搞成像斯里兰卡那样报废了吗 那才是美国想要的 因为那样的话 亚洲包括东南亚地区的这些经济链中国就再也握不住了 因为他们都被整垮了 又一个亚洲网友 我觉得亚洲人被你们说的太蠢了吧 没有哪个亚洲人会这么相信现在的美国了 又一个南亚的网友 我觉得除了在我们东南亚那里除了一个新国以外 没有人再会相信美国的这些屁话了吗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我觉得也是美国现在真的自己已经自顾不暇了 他现在使出所有的手段还能想保住超级帝国 我觉得真的没有意义 又一个欧洲网友 不管他是不是超级帝国 但是我知道中国现在是个超级发展中国家 又一个英国网友 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 超级发展中国家 所以中国人不能再被当作发展中国家了 一个法国网友 我同意你们这个观点 中国人握着这么多新能源的先进领域的技术手段 再把自己当作发展中国家 又拿出人均GDP来当说事 一个印度网友 中国人就是这样 只要你说他强大 只要你说他有钱 他就立刻把钱平均除在人头上面 因为中国人口众多 一个印度网友 你说错了 我们在明年 就是2023年 根据国际联合国人口署的统计 我们印度就超过中国了 又一个印度网友 你以为人口上超过中国能有什么好事情吗 我们还要为这些人提供粮食 又一个英国王 所以在这一点上 中国方面现在是根本不怕美国的这些废话 他知道 所有的亚洲国家 包括欧洲国家 离不开中国先进的新能源领域的技术 好吧 就说到这了 俄国的能源 中国的新能源领域里面的超前技术 死死的卡住你迈向低碳能源的门槛 最近有消息说 不是真假 德国可能真的要停止碳中和的追求目标了 恐怕真的人 德国人也感觉到这事 遥遥无期了 被某些国家就那么卡死脖子 这玩意儿过不去啊 好吧 你对这个事有什么看法就写在下方 支持好玩的场景 在我这中间交往观众 谢谢大家